与赵·路斯搭档,王安宇面临着与星寒苍蓝的无垒的比较 在电影《神影》中,王安宇和赵·路斯担任主角 他们的合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他们在制作电影过程中的工作关系和互动 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彼此和项目的 王安宇曾经在多部《青春校园》电影中留下印象 他参加《神影》时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 这是他第一次从现代电影转向古装电影 这个过程不仅要求他在表演方面努力 还要求他深入了解古装世界的背景和造型 他不得不完全改变自己的风格和角色的方法 以适应神影的情境 赵·路斯是目前最热门的女星之一 他在电影中展现了他的光彩和魅力 他和王安宇组成了一对漂亮的视觉情侣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他们在拍摄和屏幕上的合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 使《神影》的故事变得充满活力和趣味 《神影》和《星寒苍蓝》是华语娱乐圈的两部热门电影 他们都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而他们的质量比较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神影》得到了很多关于电影内容 和男女主角的配合的积极反馈 然而王安宇和《星寒苍蓝》的《明星无垒》的美貌和演技的 比较仍然是一个焦点 尽管王安宇被高度评价他的灵活的演技 同时也得到了和赵路斯的视觉情侣的赞扬 但仍有人认为他的古装造型无法与现代造型相比 探索王安宇的转变之秘 从现代到古装 从现代电影转向古装电影的过程 对于王安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于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来说 改变表演风格和接近新的角色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 他不得不努力适应古装世界的背景和造型 他的专注和热情在神隐的每一幕中都得到了体现 观众是决定一个演员和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最终裁判 而在这种情况下 王安宇和吴蕾之间的比较是不可避免的 观众对这两位演员的美貌和演技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虽然王安宇在表演能力和宇宙路斯的配合方面得到了高度评价 但仍有一部分观众认为他无法超越无垒的才华 这种比较反映了在娱乐行业竞争的困难 这里的竞争总是带来了很多挑战 神隐的幕后故事 网友的感受 评价和期待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网友对神隐这部电影的意见和反馈 这部电影以一个古装世界位背景混合了超能力的元素 吸引了粉丝的关注和期待 观众希望神隐能够超越心寒苍蓝的巨大影响 继续在华语娱乐圈创造强烈的印象 虽然直播出了6集 但神隐的内容已经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应 年轻而美丽的演员的新颖组合 让观众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2023年底的华语古装电影的竞争中 带来一股新风 在未来 让我们继续关注神隐的发展和王安宇、赵路斯 以及所有演员和制作团队的事业 这场对决可能会给华语娱乐圈带来重大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对决会给他们的电影世界带来什么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在评论区留下您对这次比较的看法 大唐小吃货R以李子玄和罗正主演的穿越时空浪漫剧引爆热潮 大唐小吃货R目前正在风靡中国电视剧界 其成功并不难理解 由李子玄和罗正领衔主演的这部历史爱情剧 因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卓越的制作质量和出色的表演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这部剧的独特情节在历史剧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故事围绕着由李子玄饰演的原宛儿展开 一个年轻女性意外穿越回了唐朝 她的任务是在一所唐代名门学院中寻找隐藏的宝藏 然而 命运却出乎意料地转向了她 当她与英俊儿固执的司马青阳相遇时 由罗正扮演 这部剧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关键原因之一是其引人入胜的叙事 让观众屏住了呼吸 随着故事的发展 我们见证了宛儿和青阳之间一段 超凡脱俗的爱情故事的萌芽 这段爱情超越了时间和社会规范的界限 这是一个无视事迹的爱情故事 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情感联系的持久力量 这部剧的成功也归功于其出色演员阵容 李子玄和罗正都因饰演宛儿和青阳而受到了赞誉 他们以细腻和深度将这些复杂的角色 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使观众对他们的旅程产生了情感上的投入 两位主演之间的化学反应令人感受得到 为他们在屏幕上的爱情增添了额外的真实感 除了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 大唐小吃货儿还向观众展示了丰富的古代中国文化和社会 剧情设定在一个历史名门学院内 生动地展示了唐代学院生活的风采 他将观众沉浸在那个时代的风俗 传统和知识追求中 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氛围 将观众带入了那个往昔的时光 这部剧还强调了友谊的力量 随着婉儿和青阳踏上寻找隐藏宝藏的征途 他们与志同道合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这些友情不仅提供了情感支持 还证明了团结有爱的价值 大唐小吃货儿最值得称赞的一个方面是其积极的信息传递 剧中表现出的对爱情和友情的信心和希望 令人印象深刻 表现出这些主题即使面对最艰巨的挑战也能战胜一切 他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与观众共鸣 提醒他们真正的人际关系之美和力量 观众们积极参与了关于该剧的社交媒体讨论 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粉丝社区 他们热切期待每一集的播出 热情讨论每一个情节转折和角色发展 这部剧引发了观众们的无限遐想 激发了对剧情发展的各种理论和猜测 大唐小吃货儿的独特之处在 与其塑造了坚强勇敢的女性角色 远婉儿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旁观者 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 勇敢地应对着过去的种种挑战 这种对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的呈现 引起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并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启发 总之大唐小吃货儿 以其穿越时空的浪漫故事 出色的表演和引人入胜的叙事 俘获了中国观众的心 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 观众们热切期待着 婉儿和青阳爱情故事的下一章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还在教育 向观众展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同时也庆祝了爱情 友情和自主权这些永恒主题 最后 凭借着顶尖的才华结合 The Times Next Art 以及李子玄和罗正的出演 承诺带给观众一段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之旅 我们有机会领略到关于友情 爱情以及生活中的勇气的积极讯息 至于王安与和赵路斯的独特组合 敬请继续关注 以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击败 星汉苍蓝并在华语娱乐圈创造另一对炙手可热的搭档 感谢各位今天关注娱乐新闻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以获取来自我们的最新信息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新闻报道中再次见面 祝愿各位度过愉快的一天 让我们一起期待华语娱乐世界的下一个惊喜